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酱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豆瓣酱蒸苍鱼 先处理苍鱼 苍鱼这个细仁刮也可以不刮也可以 这苍鱼的这细仁可以吃的 今天我把它刮干净 这条苍鱼很新鲜 再用剪刀从它的头裤把筛取出 从具血丝和里面的黑膜 现在清洗干净 现在花刀 从背部刮几刀 方便入味 正反面都要刮过 刮好刀以后我们搁一边备用 现在我们来切点姜片和葱段 这一节葱段要稍微长点 等一下铺在盆子底下 切点姜片 打个葱节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干净的盘子 下面铺上一层葱段 把鱼架在这个葱段上面 以免粘盘底 这样方便熟 在下面我们放几块大的姜片 现在把苍鱼架在上面 在鱼身上抹点黄豆酱 就不需要放盐什么的了 因为这黄豆酱比较咸 再来一点料酒 上面再放几个姜片 放上一个葱节 这样就可以上笼蒸了 蒸出来的鱼非常鲜 盖上盖子 蒸6-8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打开盖子 关火取出 把姜片葱节取掉不要 黄豆酱的汤汁不用倒掉 我们用个勺子 把这汤汁冷点鱼背上 在上面撒上一些葱花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上桌了 今天一倒黄豆酱蒸葱鱼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